大家好,上期视频大家对我家的擦地机器人好像比较感兴趣 所以这期视频我想详细说明一下这一款擦地机器人的优点缺点 以及我怎样将这款产品的缺点变成我家里的优点 最后就是我觉得不适合这款擦地机器人的家庭 再次声明,不是推广产品,也不是广告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用户分享 我现在用的是iRobotor200系列的擦地专用机器人 它只能擦地没有吸尘的功能 这个牌子的扫地机器人挺好的 但这期视频不是介绍扫地机器人 所以不做细致的介绍 日本的价格是这么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国内卖多少钱呢? 弹幕里面告诉我一下好吗? 今天主要说一下这个牌子的擦地机器人 它们主要有三款 最新款的是M系列 日本的价格是76,868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4600元左右 300系列的是43,868日元 折合人民币是2632元左右 不过这一款人气不高 所以一般半价就可以买得到的 然后就是200系列 32,868日元 折合人民币是1900元左右 我买的大概是这个价格 这三款的主要区别就是 最新款的更加智能 可以自动充电 300系列和200系列的区别就是 300系列的电池续航更久 然后擦地的抹布可以选择市面上便宜的替代品 那我为什么选择了最普通的200系列呢? 具体原因下面会慢慢说明 先说一下这款产品的优点和缺点吧 首先说一下缺点 缺点一 它不能自己充电 需要手动充电 缺点二 打扫大的房间时 电池有可能会不够用 缺点三 不够智能不能用APP设定自动蓄理墙 也没有自动学习的功能 缺点四 没有障碍物穿越的功能 缺点五 消耗器材比较贵 再说一下它的优点吧 优点一 很小巧不占空间 用完之后就直接放在一个小角落就可以了 优点二 操作很简单 只有一个开关按钮 优点三 边边角角都擦得非常干净 其他两款也有这样的功能 优点四 有干擦和湿擦两种功能 其他两款也有这种功能 优点五 非常的安静 因为我家有代生的吸尘器 虽然吸引力很强 吸得很干净 但不管怎样过几天就必须擦一遍地 不然的话地面就踩着不舒服 以前我经常趴在地上擦地 看着虽然很治愈 但谁都知道 趴在地面上擦地是非常累的 特别是会腰痛 所以我特别想要一个擦地的机器人 其实我的目标很明确 第一就是必须要擦得干净 第二就是价格不要太贵 第三 不要太复杂的程序 不需要APP操作 因为我不想手机里面下载太多的软件 所以我选择了最基础款的200系列 在我看来 上面的缺点都不是问题 缺点一 不能自己充电 需要手动充电 对于我来说 没有充电线是很大的魅力 解决了各种电线的烦恼 没有电像这样子直接插在插座上 充好之后拔下来 收起来就可以了 不占空间 看起来也比较整洁 缺点二 打扫大房子时 电池可能会不够用 这款产品有干擦和湿擦两种功能 湿擦是像这样子自动喷水出来 一般一个电池可以工作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打扫大的房间时可能擦到一半就没电了 这样就特别容易引起心情不悦 但对于我来说我只用干擦这种功能 干擦的话它的效率很高 扫得很快 电池的损耗也很小 所以充一次电可以连续工作一个小时左右 完全可以把整个家都打扫一遍 缺点三 不够智能 不能用APP设定自动蓄理墙 也没有自动学习的功能 缺点四 基本没有月站功能 对于我家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家的地面放置物品很少 不需要太智能 也可以完全把整个房间打扫得很干净 地面也没有地毯 所以不需要有翻阅障碍物的这个功能 第五就是消耗器材贵 我觉得的确很贵 地面专用清洁剂 一支473毫升 950日元左右 折合人民币57元 一次性的抹布10片 950日元 折合人民币也是57元 可以重复使用的抹布 两片装2700日元 折合人民币是162元 但这些问题我也都基本解决了 我不用地面专用清洁剂 我一般用的是干擦的功能 每天使用一到两次 地面上的灰尘啊 头发基本都可以扫得很干净 然后两到三周做一次深度清洁 不是用的地面专用清洁剂 而是直接在地面上喷那一种 普通市面上的地板清洁剂 像这样跟在后面喷一下 就可以擦得非常干净了 然后我是不使用重复使用的那种抹布 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用一次就要手洗 很麻烦 我都是用一次性的 但一次性的也可以重复使用 像这样用粘毛滚 粘几下就可以了 我家里的一片用一个星期左右 也才不到6块钱 所以我反而觉得一次性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以上就是这一款擦地机器人的优点和缺点 我虽然把它的缺点差不多都解决了 但是我仍然觉得许多家庭不适合买这一款 比如说家里的地面上物品很多的家庭 比如说比较宽敞的家庭 比如说家里变脏的速度比较快的家庭 比如说单纯的擦地的这种功能满足不了的家庭 比如说不想手动充电 对于心急 然后做事很利索的人来说 其实自己手动擦的话会比机器快几倍 所以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款比较鸡肋的产品 但对于我家来说还是非常的实用 因为我明确的知道我需要什么功能 不需要什么功能 什么时候我自己手动擦 什么时候让机器代替我做 不完全依赖机器 也不完全事事亲力亲为 按照自己比较舒适的生活方式 和平的相处 我觉得就足够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但国内好像只有高端款的M系列卖 有兴趣的话可以多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